現在請各位同仁 詳閱本會第二屆第四次 定期大會第五次的會議紀錄 有沒有問題 好 確定 來 繼續進行教育部門業務諮詢 向大會報告 下午的議程繼續進行教育部門業務諮詢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的蘇妍成議員發言 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局長 記者先生小姐 大家好 歐元的 就是說我們的新聞局對不對 就是說對這個 我們這個弱勢團體的這個官法 他來發動到 我們這個弱勢包括單親 弱勢殘障 等這一些比較弱勢的 公共收播對不對 包括 公共收播權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舉個例子來講 這些弱勢包括中部 包括我們鳳桑這個 六輪公委 雖然是外外 但是 他早期 近年 愛嬌 二三十萬的這個公保費 對不對 我們收兩三萬 所以他本來把這些費用 是轉嫁過於 轉嫁對於中部的收錢 但是如果兩三萬 對不對 他的所委託 對不對 他就自薪吸收 當然我們這些中部的對不對 會減輕的 我們這些中部的負擔 這些中部的錢 他沒辦法做 做那個 責任何人 或是貴衣的人 或是長輩都差不多 六七十歲七十歲 跟他們有足夠在裡面 所以 並且說 減輕他們的負擔 我覺得這套真的不錯 兄弟 就是說 比較幼稚的 就是說 他們這個 第四代的收費 對不對 都有優惠這個動作 長期在這個 這一塊的努力 這人數 優惠的人數 他現在 他就表揚 他們對 他們對那些民 大家的 一算電視台對不對 來做的飄用 飄用之後 他再來要求 他們這個 弱勢的 這個 縮勢的 這個黨則 優惠的 把這個助手提高 才難得可貴 尤其是這個 平面面的電子媒體 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說 包括 我們的市場的運作 市場的建設 包括 我們市場的那些人 五次 他也要被人 批評 他也是拿出 正面的環駁 這是 做個新聞局局長 應該有的 肩膀跟 鐙燈 所以 本室 還是說 他這個外面的 做得真的不錯 包括 如果是 包括 人工事務局長 就是說 原來是一個 其中一個包裝 包裝師 但是他包裝 真的也是 有聲有色 有權可典 本室也 以你的作為 跟英尼肯定 我們的文化局 對不對 我們對這個博物區 對不對 這個層口 可以用到 他們以為我們想 實在是我們都可貴 人工事 對不對 以前的層口 但在那裡沒在用 人家的肥肉 有什麼 沒有 在燉的東西 但是 他也可以 做改善 對不對 包括 各方便的 包括一些藝術的 一些 一些修衛車 各方便的 可以來 來美化 可以來做其他 的 處理 對不對 我感覺是不錯 尤其是 春天 春天一世節 對不對 他對我們的傳統文化 包括國安市 各方便 維護了在地精神 對不對 國安市 對不對 來美一下 廟室的頭景 或是我們比較偏偏的 所在 對不對 來推廣 這一方面的文化 對不對 做料也非常好 因為外面的地方 非常好 對福音平也聽得好 尤其這黃埔新村 這個放黃 對不對 可以說 辦桌 來邀請到 申選的人 去美女 對不對 他的眷出 廢棄的眷村 對不對 要讓他 經歷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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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要讓他做另外一個方便的運作 對不對 我是覺得簡單得可貴 尤其一天好物辦桌 我們不想去參加 我發現人潮還是很多 蠻勇約的 實際上是不簡單 我們說實際上就是說 可以說 一個廢棄的要聽到的地方 重新的 以後那個地方 也可以做一個文化的保存 也可以做一個觀光的景點 來系列的依情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 官校 運校部校 他一些這些 這些眷村的眷屬住在那裡 對不對 那時代的這個情形 可以讓他 我前兩天還沒去參加 人家那個以前的老舊照片 那個軍人的老舊照片的展示 我一直覺得說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農舊以前的民國 差不多四五十年老兄弟 如果沒救 保存得很好 也想要介紹到 方部新村那邊的問題 所以 可以說 大會有疫情的原本 保存給 對不對 這個歷史保存給 對不對 我們說實際上 我覺得真的有意義 但是呢 這後面的推手的 文化局 這個國際的保育 對不對 來做一個 維護跟垂工 對不對 比較有這個 我們的一代的 身體孤孤等等 都可以看到 我們以前的 我們的 先人 這個中部 對不對 在我們這個 為了國家 來接受的訓練 更方便的進行 對不對 可以延伞下去 我感覺這個真的是 真的有意義在 的啦 所以 本色的 也肯定 希望 你們繼續 包括春季醫師 對不對 我們可以再繼續 來 再提供給你們 對不對 在地情形 對不對 今天永遠保存 永遠流傳 我們說實際 你們那個 儀式院 對不對 整理得不錯 因為我常在那裡看 對不對 現在變成說 那裡人潮也很多 人潮 都第一次參觀 還有一條路線 跟趴梨吉他 跟龍山西 有整條路線帶走 我覺得是不錯 這來提供 我們以前的 對不對 我們的文化 很大 代理局長 好好勞力 說可以整處 現在 我們來講 教育局 對不對 我們來檢討 全面檢討 幼兒育園 這個問題 正很嚴重 因為 為什麼說 很嚴重 你看看 普通的家庭 我們來講什麼 我們來講 市政府的原工 就好了 一個工友 一個技工 他們一個 多少 三萬幾個 三萬幾 我如果是說 經濟不好 他三萬幾 我來包國要做廚 包國要養大人 甚至包國又要有孩子 要認真說 他也不可能 有一個經費 對不對 去私人的託所 但 現在 都已經是 少子化他 孩子生的生的 要怎樣 對不對 他還要上班 他不上班 他沒有上班 但是 你私人的託所 對不對 他是化不起 我告訴你 一個私人的託所 如果比較高 設備比較好 對不對 他要上班 高中 高中的 高中的 學費 和雜像 高中的技術 對不對 沒收一個高中生 當然 為什麼每一遍 就是說 如果說 如果說 要開班 就在那裡 開班 尤其做生 你們代表 很多人 要 大家都想要用 但是你們的規定 有出版本 因為我們經常說 公平講的 要講香港 大家都教你 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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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是不可能 輸得來講什麼 我们都一直在解释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 已经少此话 为什么我们可以让那些人 要说这些人不能在立法徒合所 说办法徒合所 你今天说办法 你让教师那么多 好嘞 闲事 教师学生那么多 为什么不广大来做个利用 所以我想说 要有普及化 你如果说经济口 你要立法徒合所 我们是尊重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是尊重 但是如果说经济比较危险 会比较安心的 是我们冠牌的 冠牌会使用手 关国还不错 是不是这样 他的经济负责也会去 在这个方面 就是说这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洪山区的人看到多少 但是我们公司的 对不对 小孩的人是多少 三民区 我们都知道是多少 现在三民区已经比洪山出了 然后共产党 这个国民区 你27班 一万四千五百 每个八个 你用27班 很不及其 一班用你四十元 大家几个 现在要用在哪里 当然 这就是说 三位到七五月 是不是这样 当然我今天 发了一个报纸 对不对 发了一个报纸 我们中庸 网路有了 中庸我们有一个六十二亿 可以发了一个六十二亿 对不对 九成都是中庸五十 要准备一千班 四年来要准备一千班 对不对 今天新生院已经 拍板定 第一县 那个 决定 对不对 四年来要准备公共幼儿园 对不对 一千班 名额 增加三万多的名额 郭家 这个 富庸 要身体平台自己用 由中庸来 付百分之九十 没有 到九成百分之九十 对不对 基源 今天有这个建议好的企业 对不对 我们也是要怎么来准处 我们的材料也不说很好 但是我们这中庸的市 对不对 我们是怎么来用来准处 对不对 可以复合 我们这些有需要 这些脱额所 对不对 我们公办的脱额所 对不对 可以来增加 不足的部分 是不是 可以说由我们市政府 推荐来支付 当然这可以跟我们两个问题 就是说减轻的 甚至少是少子化 但是有些比较收入 比较要好的家庭 对不对 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可以解决到 孩子 让他们安心 可以在一个公共办的地方 当然 可以解决到 留人教室的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 开班 开一班 他这些老师 对不对 这些老师那是可怜的 有的时候真的 可怜他应该要去陪一个 他就听不懂 所以可以解决我这些问题 对不对 一举速度 我们局长 对不对 是不是说 可以操作这个方面 对不对 来做一个努力 尤其 我们的 官副局长 对不对 他的能力真的很好 他很好 因为我很多 会都有去参加 要不要做局长 尤其是 包括帖后庭 帖后庭 对不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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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算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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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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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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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这些 这些 区長來回答 我再提出 縫胎對不對 因為年末三個縫胎 但是都是在超強大的 孫時也沒有人那麼大的 當然也是 這是各行各業的 包括各局都會影響 本市的多數的場館的災損 很多都是這樣的運動項目 一直被不暫停 因為你沒有修理 是要怎麼做處理 所以在運動選手 我們說市委在哪個國家 為我們高雄市的政府農業 本市的建議 就是說他們趕快修好 雷球堂和災損進行如何 本市的建議進行加速副救 因為棒球堂為台灣的國情 本市棒球項目的成績有目共睹 2022年東京奧運會 棒球項目 總會奧毀了 希望可以 可以帶這個 將這個球項的副救 以及更去選手的訓練 當然 本年一個選手 不是三兩年 就能長期培養 就是說 我就說 不只這裡 各方面的 我們教育局 會希望可以重視一下 我們鐵柵的 可以做一個處理 這個鳳山體育庭 已經將去拆除 目前的訓練站 輔導 輔導 輔導班圈的情形如何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對不對 就是說 雖然 是真的 未必不來 但是未必接受 我是說 你不要用一個固定的 把我們高雄市的選手 給我們一個穩定的訓練 對不對 要什麼叫做長期的培養 不是人家照顧 你照顧 要問你要入住金 要入住金 你要入住金錢 要退下來 是不是這樣 沒有入住金 好 照顧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 為何更方便 後來開始學 議員不管 所以你媽媽保證說 好 有時候為了 這個收費的問題 要收不收 為何問題 還要含這些 含這些學部 含這些選手 對不對 來產生這個摩擦 現在都有可能 對不對 要建立法的層面 沒有要收錢 後來你們來保證他們 這個法都加在過去了 那如果沒有對不對 反正學校也是擔心 對不對 導致更方便 這個基點 就是說 可以說 我們請 來 我們教育機長 我們先來回覆一下 主席 謝謝蘇議員今天提的問題 說到我們的公幼的量 絕對不足 其實整個鳳山區 只有818個公幼的名額 所以今年上半年 那個抽籤率 只有16% 其實是非常少的 所以議員的服務處 會接到很多的案子 說他們抽籤不進 沒有辦法抽到 那我這兩天 因為談了很多 這個擴大公共幼兒園的 這個問題 那昨天 教育部正式在行政院提案 要在四年內全台灣增加1000班 那以非營利為主 公幼為輔 那部分跟私幼優良的來合作 那以這樣子的方式呢 我們就開始規劃 所以我們的幼兒科 其實已經做了一個 四年的一個方案出來 所以將來在鳳山區呢 也是列為優先區 會擴大我們的公共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的 那個招生的數額 那這裡頭呢 當然也會創造新的 這個教保人員的就業機會 還有儲工的就業機會 也減輕了我們的家長的負擔 讓家長們是可以感生小孩 然後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醫生 來蘇議員 再兩分鐘 局長 你來做局長對不對 我覺得領導後也不錯 真的是在教育局 在領導之下對不對 就是 反而是真的有心有色 我們說是 還有很多地方 你來提供到我們高雄市 對不對 這個高雄的性格 我在平面媒體跟電子媒體 都會看到 對不對 我們說是 所以我也做 我也是在說 我們全區市民局長 對這方面的這個項市 對不對 沒有要怎麼去看 這是市民局的業務 對不對 但是你們說 我用的事情是 用到真的 他們說 就是說大家 剛才教育局非常認同 當然局長 以你的 絕心力來講 高雄市 這已經是小案 對不對 我們說是 你也是在領導也是 經過大風大浪的人 對不對 所以來這裡 可以公開 看到 這個 展示的 你的專業 對不對 這不是有意義肯定 但是 我剛才說的 對不對 就是說 中央保護主席一千 是全國的 對不對 對我們已經 還有不夠的 這不夠的部分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 你可以 以一來 用我們市政府的 這個項目 對不對 可以相關的 可以來密封這個缺困 對 這幾個 那個蘇議員關心 經費的事情 它是全部有62億 但是我們這個 方向推動的時候 中央補助百分之九十 我們市政府負擔一層 所以以這樣的方式來講 那財力上 比較沒有問題 我講的意思 以前我們還要配合 有困難 對不對 還不夠 這個缺困 是要用我們的 市政委員 對不對 還是認批財源 對不對 我希望這次應該是 你所謂的地方 你只要鼓勵他 你要鼓勵 我們養人生的兒子 要給他 你先出來 對不對 你跟生意輔助的 那幾個萬塊 領著就沒有了 就像孩子 什麼要鼓勵 他養的 我們這才是重點 要怎麼培養 要怎麼教育 這個是重點 你要先想這個 變成社會問題 是 這個政策 市長全力支持 我們跟社會局 共同合作 所以從零到六歲之間 都會讓全面的提升 進到公共的這個幼兒園體系 我們百分之四十 目標是八分之四十 都可以進 是 好 謝謝 還有需要嗎 好 那麼下一位 鄭新駐政議員 時間 十五分鐘 主席 我們這位 和這位主委 讀官 我來請教我們的 法國長 這個法國長 我們這位學生 高中 跟國中 跟社會部長 我們高中 學生 總統計 總所得 不用消費正義 多少人來 修學講一下 十五分鐘 要不要了解 超過二十五萬 超過二十五萬 幾萬啊 二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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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請教我們的 求求一個 演技我沒有 我的老師 找過身 我特色 中國的演技 要怎麼打 怎麼打 你怎麼打 我現在要來七天國秀堂 一位的 國中一年 中國演技 要怎麼打 中國 那如果反應做漢文 英語反應做漢文 那是啥 中國 什麼 中國 中國 在地下 到尾鼓主委 亂從一年 那就是慈禁 那如果反應做英語 那就是美國 英國 也有一個美語 英國 也有一個英語 像台灣 我們出來 會說不太不太 一個緩台 英語 英語 你是說要把它翻作支那 是不是 支那 你是比較喜歡支那 我這都說支那 蔡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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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對中國有美語嗎 如果照英語沒有任何問題 沒什麼問題 應該沒什麼美語嘛 沒什麼問題 那像我們台灣這裡 也說台灣 台灣 這樣對台灣不算美語 怎麼說支那 就反掉那個 十五不下太頭代罪 北京政府就要請人 來教長 你的看法 這是要問北京政府 他們的態度 是這樣子 那問我怎麼說 我不會代表他 說話 沒有啊 你會看我 你不要問 你不要問 你也知道我會看我 用支那 你看 英國 你的日常來說 說支那 這樣有無 由中國十三個人 可不可以 我認為沒有什麼 五路的問題 是香港人民 對於中國的看法 他喜歡用支那 有些人喜歡用支那 這意思是怎樣 這就奇怪了 我們這裡不可以 叫台灣 我另外 本色建議 主席建議 我們台 如果說台灣 怎麼對台灣的無用呢 支那 就差那 在這裡反對 謝謝請坐下 我來請教 我們的 這個 高中的 高中 我請教你 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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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市長 我沒有來問市長 沒有問 沒有 說因為這個 高中的 全我們全條 都用那個通牌 對台灣歷史的文化來促 我叫 我的助理 向幾個了解 說這個高中的 還不定 是不是 不然 不用怕 我好人 我穿家製 這好人 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歷史的部分 每年 進草案都還沒出來 立書的部分都還沒出來 都還沒出來 來 我請教日本通地 台灣幾年 香港 幾十 英國 日本通地 我公開慢 你就知道我補壁 我不行 你也不能錄 日本通地 台灣幾年 五十 英國通地 台灣幾年 新國 新公司 我就是了 千國通知臺灣 共連共國 踏行廟 踏行廟 總共在公司 二十一年 一九過 讓日本 在臺灣通知幾年 你做各種的 所有的告證 你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你怎麼知道 千國通知臺灣幾年 兩百一十二年 啊 兩百一十二年 兩百十三年 是衛公園 他都八三年 到一百九五年 兩百一十三年 我請教你 那個阿片 郵悅倫的 連前他老闆 前來政 沒到連進 他們說連環 做一份臺灣通知 你有看過嗎 不好意思 希望我沒看過 蛤 沒有 他們聽起來 我老人憤怒啦 你有看過 沒有 沒看過 沒看過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沒看過 那個我們的 生政有東西 那個生政 我不會封掉 李定位做總統 我和韓國警 他們先生 白白做國台 向宋周如做臺灣省的省長 有做一份臺灣書 你說 你這份你有看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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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仔細 沒有仔細看過 但是大概有在 徒書裡翻閱過 這個臺灣書跟連前 他們那個阿片 因為你們的 他們說啊 連環的臺灣通書 差別裡就有了 要討論啦 你作國中的 你是告知 國中的告知 什麼問題 你會這樣講嗎 欸 局長啊 這樣問的立法 我 我 你就知道我沒有達成研究這塊而已 你 這樣專家做五次這樣 這次沒有要做這樣 問的誰不知道 台灣通修用英日本人的角度 在阿扁他要輪流做的 台灣數十一的李議員做的總統 確實有那個緊急 來我請教你 在清國統治台灣 兩百十三檔 都三年一犯 五年一亂 總共歷史有記載的 我現在說歷史有記載的 我又很用心 爭霉 又爬到去看 總共折返台灣 看風通過幾天 議員 不好意思 我的歷史真的沒有 我不知道 沒注意去看這個部分 這國議應該合作一問三不知了 總共一百三十八件 三年一犯 五年一亂 來我請教你 在清國統治台灣 台灣四五台建民歷史議員的 這如果沒有就六百萬 這真的如果沒有你就要和我來 七天國中討一年的 我剛才要討一年 我剛才要討一年 討一年 討一國中一年 你和我作為來討一 有那個 所有台灣四台建民 這些冷修的名料 我聽說 你說對台灣的本土歷史 要主張嘛 究竟我問這不是在歐元 來名念我聽話嗎 朱依貴 林爽文 名字我跟他說 看他幾天條水 這算是頭路 朱依貴 林爽文 戴曹孫 我再來咧 還有一個 你要念倒兵的 給我們的時代 那漢民有十幾萬人 給我們一兩千人 在統治就有一個過法院了 第一 現在在台南有什麼做法 你後到做一國 你順勢倒兵 回去再給我用心 不要你的選國長 華秀名過都做官 你不可以看一看 跟林爽文和 帝孝春 這叫做台灣世代建民 來 在日本世代 很有名的 有怎麼做法 說做法 應該說建民 有空一三代民宿 來那三個人名 應該你這要說得出來 說不出台灣近代市 空一三代民宿 問所 國議對不對 拜託 還說 做 chap ac 拿鋒 你去逛 當然你一定輸比我們更多 他這麼過了 這就是日本時代 我們就中華民族來 新鄉台灣日本的歷史 三代空他就要收 天茶里茶後要搖一飯 所以倒不開 我們台塞啦 國議有做檢大師 不過檢主音啦 掛鐵好啦 那個台東飛揚 鐵國山掛鐵好 現兵做法啦 還有一個南臺灣都有名的 老婆你真的要包嗎 南臺灣什麼 林少貓 林少貓 林少鳥啦 林少鳥啦 林少鳥 我們以前高雄市議會有一個紅色米 公開跟檢典廟議長說 如果你們說檢典廟他出的就林少鳥 他到訪你後 看大人不給他 這樣自立美容結果幾來民眾長 這站去收購你怎麼知道議會啊 不知道齁 哇 可能啊 他那時候可能還沒洗出來啦 哈 田議員你那他那時候還沒洗出來啦 你怎麼還沒出事啊 對啊 吃到禮啊 這樣說 對我們都近台市 來臨消了 那時候 當時 我們的檢典廟議長說 美國他的祖先 告紅色米 在議會政選 他跟一順之後再告 告了方來的民意啦 齁 林少鳥現在有在中立書 沒有我請教你齁 這應該還沒有說 劉沃坎蓮啦 控制三大民眾 林少鳥啊 都沒有在中立書 還是拆除了 檢典廟 我那個 他的孫子 端典廟議長說 那是土匪啊 欸 行家為勇 賣家為求呢 我不會跟你騙呢 那林少鳥當時 有哪一樣在大南部 住在鳳國 林少鳥的事件 嚇死了還沒變 這是議會所發生的啦 我又請教你 日本世代統有名的 說有做 從大巴尼事件來 我聽說我們的國憲是我的啊 余青芳 余青芳 余青芳齁 余青芳齁齁 有一個政府流團到現在呢 台灣的 我國學台灣的會 我只用台灣的專家做五次公斤 做五次呢 有一個流團啊 這樣啦 流團 沒有啦 你要按照一下 東亞公海市余青芳 大巴尼事件嘛 東西第一 大巴尼事件余青芳 啊 用大明珠彼國 啊 借黨議憲法 要投降日本 結果被日本東京打死人的 這個 近代史我知道嘛 這犧牲大巴尼 犧牲台灣人的生命 東西好被打 被打死人的 那些 那些 日本 跟那些 風洞為東京 打死人的 總共有多少人啊 局長啊 這啊 你都不在注意 你說苦工苦藥呢 這 亂呀 這算不知 這我們的台灣 你會輸啊 沒有多久而已啊 法西行的總共有八百六十六個 他們去國際 那些所有的 包括到共同來的小灣的啦 吼 我們住民 剛才你有沒有說 我們住民 當該抗議 犧牲的我們住民 給我們的我們住民 議員下去 洪州參加 中國做少數民族啦 說叫我們住民 打到恢復呢 我又撒國議內 打到恢復 這樣關閉門 剩下 這樣嚴棄失誤 包塊地罪 補什麼樣的 回到台灣 這家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補兆補兆很大 你沒在看 對啦 對不對 包塊地罪 打到恢復 啊 你在說原住民 那個抗議的影響 無懈受驚 沒那麼多 現在有 這個紀念有沒有 沒有 我們在我們的歷史 這批有 差不多有 比較大拼 來 啊 科長你的看法 你看看 怎麼樣 我一個我好人啦 我比較問就問這個而已 你 我還要問國際的事情 還要問建設 我就大行辦啦 我一個愛心便當啦 高賽莫白啦 問是辦賣不賣 紅仔母賣不賣 當家媳婦 當家媳婦 我家儲我來的條件 我議員在做這個而已 我問這個 你打算在哪裡 包塊地這樣做得對 沒有啦 新作兄那種社會經驗比較多 這還會少 你所在替換國外 不猜我都等便 你幫你當牛票來 你我新作兄對不對 你叫我新作兄對不對 我呢 我八十歲而已 這樣 就像這種的 都要把建設 我們對台灣歷史有講的 不可以奧鬼 不然我還請教你 剛剛 我們有說到 這個四代的這個 這結婚人過後 他出一櫃啦 你們宣布婚 和他的條件 照你的高中的主觀的看法 這熟英雄熟就判斷分數了 我認為歷史的東西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要去做他的判斷 其實是可以論述的 可以論辯的 確實他們在當初那個時間點 有一些記錄 對學生來講 其實是可以去好好的觀察 去討論 就是說 他當時的行為 在那個時空背景 雖然不一定是時空所贊成的 可是事實上 在像我們現在說的時候 有很多紀念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討論的 就像我們昨天說的 莫娜魯道的部分 我們也是有特別去紀念他 現在的一些所有的情境 包括他現在的一些理解的部分 確定也應該 平衡的講到一個 會讓別人問2分 我問他要問2分 有啊 我只是他 來 不然5分了 好嗎 在所有的歷史記載 都可以說是一個判亂分數 有真的 所有的東西 那些說來做法的 那些財產和收益 都在你團 團到現在 有得不收去 欸 白色恐怖時代 228 現在說英雄 要反共大陸 反共恐慌 那些大家都可以說 對台灣 這個鮮民 這真實實實實實實 當初過台灣 太過幾圓 今天你能夠擔任 我能夠做議員 這都鮮民感 第一面 所以這 有哪些對國中的歷史 稍微查一下 欸 靠英雄 我暗屁啊 帶你去念經 你會看法 我們做成這樣 這跟我們說 現在判亂分數 到這年以後的歷史 都沒有在 行為的功德嘛 就像阿比總統 現在還價格 還在行為的功德啊 是不是 行為的功德 你會看法 我等一下 要好好來買台灣史 好好討一下 應該好好來瞭解一下 就是整個台灣史的發展 我整個就瞭解 你瞭解之後 我議員就沒有做了 我一次做了 就要 1300分 烤精磊 還有730分 我一生這樣 再等一下 你瞭解 五條歐台才的 驚義孫 南臺灣 通名 千條 通在臺灣 283人 有這些所有的水路 水路 你聽到嗎 水路 對 你厲害 你現在瞭解 水路 水路就是 水路 水路 所有的千條 那關門 像一個烤鯊 做到 在南臺灣 抗現 這個水路 什麼人 曹公俊 曹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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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時做什麼 做什麼關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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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縣 我們 我們 可以 紅山 管頂嗎 你就知道我 講國語的價值 你都講國語 我就還給主席 跟我們 做紅山的地關 唯一 讓萬民 可以 平衡 做到 來 告白 就是 唯一叫國黨 打這條水路嘛 現在包括唯到 我們 我們所有的經過 後面的客 也好 或是又經過 我們這個 祖牙 其他 和我 這所有的飲餐 大比喉 跟小比喉 都是做近 都是這個 管管 他一手下去做的 像這種歷史 對我們高雄市 高雄管 這個合併 這應該 來去跟中西 像這種 有歷史 沒有什麼的 尤其是我們在教學 對這種 本土的教學 要為高中 有的 現在高中 就跟我們 媛國人這樣 在網路而已 是說我網路也不算 這樣 對這個歷史 都在地担保 來 客廳你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很需要的 像在 來客港的條件 我們都希望 學生 他的惡的東西 其實要為他的生活 做照 像剛才議員說的 曹公俊 他有一些歷史 背景 人物 還有他一些過期的 一些嚴格 慢慢的都會 跟他很多科的東西 拼著會 因為這個部分 可能要生化到 他們的生活 就像我們這樣 要知道在生化 來 對我們比較記得 否則 老闆的過程 可能就不會去做 你台灣的過程 很好 不對 我聽不懂 來 我還來 還有一晚來 拜託你 目前我最早 看到那個阿嬤 在帶孫 割帶教養 他講 他說這樣對不對 不要抓包 還有這個 割割 還有割割 割帶教養 結果阿嬤 七八十歲 在帶孫 阿公 他就講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應該我們的本土 有夠力 應該來加強 台灣的很漂亮 台灣的非常漂亮 來 我簡單 就要存一個人 問你 阿嬤是什麼人 阿嬤啊 爸爸的姬妹 阿嬤啊 那奈 阿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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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 阿金 阿金是阿季的太太 阿金是兄弟的太太 阿伯 阿伯是爸爸的哥哥 大伯 大伯是先生的哥哥 阿伯是阿伯的太太 阿伯是阿伯的太太 阿伯是爸爸的弟弟 阿伯是爸爸的弟弟 先生的弟弟 謝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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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你坐那裡 再來張豐騰 張議員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王代理局長 丁局長 范局長 還有劉校長 還有我們交易小組的所有的 科事主管處長 大家早安 我想我也延續 這個鄭新柱議員 有關文化歷史的一些議題 王代理局長 這張是 是 這個 去年 去年 因為西門的那個 城牆的那個基底 挖的時候發現 在自助新村在挖的時候 當時 我有告訴市局長說 因為那個眷村改建的時候 他如果任他這樣挖 如果沒有一個監看的一個計畫的話 很可能 西門的那個就毀掉了 所以當時 後來市局長有 有要求一個 由高雄大學 陳啟仁陳教授的一個監看計畫 那後來 日本人的地圖 實在是非常的精準 真的是在那個地點 發現了這個西門的這個城牆 其實過去這五年以來 我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這個 這個文證去 其實是在我們這個文化歷史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也要特別 針對這個文化歷史 來跟王代理局長做一些探討 那最近文化部核定了一個27億的計畫 包括我們的建成計畫 跟新兵計畫 那要花八年的時間 把我們左營的舊城做一些在線 包括我們還有另外新兵計畫 是包括我們新兵老街 希望能夠讓他在線 重新呈現 那其實就作為一個左營的這個這個 民意代表 我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興奮 尤其是像左營舊城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是過去 它是從清朝建了之後 其實一直到現在國民政府 每一個統治者在那個地方 其實都留下非常多的歷史痕跡 所以其實是非常豐富的 那但是27億下去之後 我比較擔心的 其實當然如果 因為這裡現在幾乎都是公有地 大概是全台灣唯一一個地方 可以把這個舊的古城 能夠重新再讓它出現 重新再建起來的可能性 就像我們跑到法國南部 我到亞維農的那個 它整個的城堡都是保留下來 其實非常感動的 那但是硬體是一部分 我覺得說其實軟體 更為重要 其實怎麼樣去再現當時的這個歷史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其實我們在舊城這裡 有一批人 舊城文化協會有一批好朋友 他們其實長期以來在這裡 做了很多的研究調查 也包括很多的口述歷史 所以我在這裡也誠誠地跟王代理局長講 其實在你們在規劃這個建成計畫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地跟在地的這些研究做一些結合 我相信這些的結合會讓這個建成計畫的呈現 會更加精彩 那在這裡其實這個舊城其實是把整個歸山包在一起 這是小歸山跟大歸山 但是後來這個聖利路把這個大歸山跟小歸山從中間 這個是歸的頭從中間就切掉 從此左營就一蹶不振 這個是地方的一個風水的講法 但是將來是事實上 這個可能文化局跟公務局可能要探討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是把它重新縫合 或是怎麼樣是用地下道的方式 讓聖利路通過 或者是中間上面用木栈道把它接起來 或其實有很多種方式的呈現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在這裡的四個門 北門跟西門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史料可以讓我們去讓它呈現 那這個是最近 最近我從在高雄老屋集的那個臉書上面的一個照片 這個王大理局長你知道這是哪裡 這個是從北門進去的以前的那個觀音亭跟老丁媽 你看這個就是北門從這邊進來 這個觀音亭然後這個後面是那個龜山 然後這個觀音亭從這裡這樣階梯爬上去 就在中間的這個天后宮 以前的天后宮就是 所以我們叫它老丁媽 它也爬樓梯上去的 那過去其實這個龜山上面這個老丁媽 天后宮以前在我們現在的左營軍港以前叫做萬丹港 那邊的船其實以前沒有旗後的燈塔的時候 這裡的那個燈 這裡的那個燈 那個燈掉在那裡可以變成是船的指向 因為以前的燈光害是很少的 所以你一個小小的一盞燈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就是 那現在這個觀音亭其實就是當時的新隆寺 其實這個新隆寺後來就是搬到就是新隆禁寺 就在河堤那邊 河堤那邊 那其實在新隆禁寺那邊還有很多天后宮的一些文物 包括神像這些東西 那其實新隆莊的這個文化學會 其實有來找過我 然後在過一陣子他會去找議長 我們他希望是說 是不是有機會 將來這個天后宮這個老丁媽 可以在這裡 在我們的建成計畫裡面 可以把它恢復 恢復其實不一定是用廟的方式 用一個紀念館的方式的顯現 用廟可能哪一個變成哪一個廟 那其實會有爭議的 但是用紀念館的形式 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個王代理局長 其實這個老丁媽 其實龜山裡面 我們在左營有一個很有名的舉人 叫做左兆昌 是清朝的一個詩人 他在龜山有八個景色 他用這個八個景色做了八首詩 叫龜山八景的八首詩 其中有一首詩 叫做古世勳風 就是在講這個老丁媽 我把這個古世勳風的詩列在這裡 因為看得到 當時在這個廟裡面 然後去看 在這個景色 然後你去看的話 你看到的景觀 用詩來迎這些景觀 這首詩 其實是他總共有八首詩 這個龜山八景 我列在左邊有八首詩 其實都在這個 舊城的這個龜山上面 其實舊城文化協會 已經把這個八個地點 其實都找出來了 那尤其最讓人興奮的是 這一次的颱風 不是少掉了多少的樹 大家找到了一個這個 成岩晚照 就是那個樹整個都弄下 剩下那個岩石的岩壁 然後呢 夕陽照下去的時候 就是當時的成岩晚照 就是這樣的出現 所以其實這裡有很多很豐富的地方 將來在這個龜山上面 這個八個景色 事先可以把它找出來 甚至每個地方都有一個解說牌 把這個龜山八景的詩放在那裡 大家以詩觀景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個地方 而且也帶來很多的觀光的可能性 那其實不只是這樣 從北門 其實剛剛講那個觀音亭 那個觀音亭跟這個觀音亭 那個女主角去那邊炒飯 其實以前在北門那邊 其實非常非常的熱鬧的 那個熱鬧的地方 那其實 那個范局長你的好朋友 范局長 范局長 你的好朋友 陳耀昌陳醫師寫了一本小說 《傀儡花》 其實就有一段劇情 是到我們舊城的北門那邊進去 然後呢 到了這個觀音亭去 那個女主角去那邊炒飯 其實當時的這個 舊城的北門那條街道 其實是非常的熱鬧的 那舊城文化學會 其實有做了很多口述歷史 有很多老一輩的人 當時的印象 這個地方是長了什麼樣子 其實是可以讓它恢復的 那如果說可以把北門的這個街道把它恢復 那甚至這些恢復 將來都可以變成我們拍電影的一個好地方 所以其實我認為 包括硬體軟體這些部分 其實要做一個更豐富的一個呈現 所以我非常期待 文化局能夠跟舊城文化學會做這樣子的結合 那另外 在西門那邊 其實又有另外一個不同的story 西門那邊其實是 我覺得是在左營 作為左營做一個軍事重鎮的一個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呈現 那這個時候 這個我剛剛講的那個西門那個城牆 這個地基的 那個在清朝時期 那後來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到幾乎快到那個戰爭的末期的時候 日本有這個鎮洋特工隊 這個這個自殺飛機有神風特工隊 但是自殺艇要防止美軍登陸的 有一個那個鎮洋特工隊 那鎮洋特工隊 因為它是要自殺的去防登陸的 所以當時這種要讓這個日本軍去參加這個自殺攻擊的 他們都會有一個神社讓他們去朝拜 讓他做心理建設 那鎮洋神社就在我們西門的城牆上面 然後我們就成文化學會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日本的這個圖書館裡面找出一些史料 找出一些照片 甚至當時的這個鎮洋特工隊的人 也回來看過 其實是很興奮找到這個地方 那也找釐清了很多的問題 其實剛剛講的清朝是底下的 就是城牆 在上面這個日本時代的鎮洋特工隊 其實鎮洋特工隊在那裡 我們看到說那裡曾經有城牆 竟然有那個眷村 把房子蓋在城牆裡面把它鑿穿了 我想說是不是國民政府來這 不然你還沒有香港 城牆給挖了一個鑿穿了 但是後來像這個一發現說 不是這個樣子 是當時在鎮洋特工隊的時候 因為他有一些這個生活上 或者是訓練上需要的 在城牆的北邊跟南邊 他為了方便他把它鑿穿了 所以北邊他有餐廳 然後呢 銀色在南邊 然後呢有一些那個防空好 有18個防空好還在 這些都保留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歷史 是這樣堆疊起來的 從底下的清朝的再上來 是日本時代的鎮洋特工隊 然後再上來這個鑿穿的城牆 我們國民政府的這個眷村 就把它蓋在這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一個一個 每一個統治者把他的這個文化歷史 把它堆疊上去 所以其實我們非常期待 這個地方可以呈現一個 一個堆疊的一個歷史 然後把過去左營在這裡的軍事的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做一個很好的呈現 那這邊是非常豐富的 那更不用說過去在東門那邊 然後呢在南門那邊 其實都有很多的歷史 所以其實左營人非常非常的興奮 所以一定要好好做 好不容易文化部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經費 所以期待要跟地方的這個 這個文史的調查者 其實他們的資料非常豐富 希望能夠做很好的結合 那再來 我有一個 最近在今年7月開始 柏爾的這個B7B8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展覽 就是用把我們過去的這個鐵道 然後呢 這個哈馬遜的這個鐵道 那裡的地方用一個 一個HO的標準的規格 這1比87的規格把它重現 用模型重現 那其實去參觀了已經超過1萬人以上了 其實是非常夯的一個展覽 但是跟王代理局長講 其實它畢竟還是只是一個模型 畢竟還是一個模型 其實在鐵道博物館 其實在各國 包括英國 包括印度 包括最近5月份 在京都的基小路的那個新的 這個鐵道博物館 其實都有很精彩很精彩的呈現 而且是實際上的食物的東西 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也很期待 我們好不容易 我跟著這個哈馬辛的這些 這些的那個那個NGO的團體 那拜訪了很多的這個這個這個局處 然後呢 就在那邊做了很多的社會運動 最後我們市政府 從善如流把它變成文化景觀 那在這個地方 將來我們非常期待 有一個鐵道博物館的出現 那我王代理局長 你其實也記得 我們今年的3月9號 我有帶著你 還有很多人 我們去這個屏東 這個竹田那裡去參觀 有一個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一個鐵道 鐵道文物收藏的瘋子 他一身的積蓄全部都買 他在這個地方 他總共有 包括有7台的這個火車 然後這個火車包括 等一下我再秀給大家看 還有包括各種的這個 他還有一棟房子裡面沒有住人 全部放鐵道的文物 有一個豬舍 我也帶你去看過這個豬舍 豬舍裡面也不養豬 全部都是這些文物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像 給大家看 像 像這個 這個是在 1966年開始行駛在台鐵中關線的 北梯亞的柴油客車的光華號 當時 是從這個 只有停台南站海線 只要4個小時45分鐘 是當時的高鐵 當時的高鐵 那這個他有收藏一台 在我們去看的那個地方 那你看 像在這個 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柴油的機關頭 是在後面的 被擋住 然後呢 這個是 它是在1960年取代 當時的蒸汽的這個機關的車 那其實它已經是被列為文化資產 它也收藏了一台 那 還有 像 來 謝謝 來 再五分鐘 像這個是 這個 因為台灣博然會 1935年日本時代 台灣博然會 那時候引進了一個 17米的一個客車 這已經被登陸為文化資產 在這裡 它也收藏了一部 所以 其實 我們其實 非常非常的期待 其實 王大禮局長 其實他非常希望 能夠讓他的文物 成立一個鐵道博物館 然後能夠做一些呈現 其實 最好的藏意就是 在我們的鐵道文化園區 跟旁邊的蓬萊倉庫找一個 然後做一些 裡面的靜態 跟外面的 這個大的東西 在外面的靜態 甚至 我們有一個夢 希望將來 可能有一兩百公尺 是 是可以 讓火車複死 可以從那個 那個地方 一直一直開到 這個 燒船 還不到燒船 沒辦法到燒船 可是一小段 我們可以讓它複死 這是我們大家的一個夢 但是其實是需要 政府跟民間 大家一起合作 那其實 非常 現在其實它一直在想找地方 一直找不到地方 那我也很期待文化局 可以好好的跟這個 這個黃文正黃先生 可以討論 我們禮拜天 禮拜天有一個 這個 它成立一個中關線的這個 這個文化保存的協會 鐵道文化保存的協會 正是第一次的大會 我會去參加 也非常歡迎 王代理局長 你能夠親吟指教 那是不是請王代理局長 回答一下 就我剛剛這兩個的議題 然後文化局的想法 尤其是鐵道博物館 希望是能夠有所回應 那個主席 是不是請 文化局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張議員 應該是要謝謝張議員 上次特別帶我們去看的 那個黃先 他所保存的那些鐵道文物 其實非常的難得 應該說 一個民間的愛好 對鐵道的愛好者 可以這麼的熱情而瘋狂 的收集那個鐵道文物 我們看了也非常的驚訝 那其實我們後續 有跟黃先聯絡 因為有些時間上還沒有談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是希望能夠初步 針對他的一些文物 做一些造冊 因為畢竟成立鐵道 台灣鐵道館的話 實體文物館的話 其實還有一長段路要走 因為其實我們成立那個模型館 其實我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 一個博物館或是文物館 它在成立之前 它的調查研究是非常的重要 文物的蒐集是一條線 調查研究呢 也是另外一條線 這樣才能夠去促成一個 文物館的成立 或是鐵道館的成立 那我們後續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我同意這種講法 但是就是說 彼此溝通 我可以當這個橋樑 因為其實他花了那麼多精力 那麼多的錢 去收集這個東西 他放在屏東那邊 他很擔心 哪一天被人家 這個敲開去偷走 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在互信 所以要怎麼樣 能夠讓政府單位 大家一起合作 我可以當這個橋樑 但是這個要啟動 其實就是說 這個整個的調查要啟動 不然的話 我們的鐵道博物館 遙遙無期 是是 那另外 張議員有提到 左營舊成的那個計畫 建成計畫 這個我們一定會 結合在地的文史團體 尤其是舊成文化協會 在那個區域耕耘這麼久 而且他手上有非常好的 一些研究資料 我們一定會密切的跟他們做一些合作 而且勢必會廣大更多的文史工作者 一起進來 參與這樣的一個計畫 其實真的我們非常的期待 左營人很難得有這樣子 然後他的旁邊其實過去的 很多的歷史都是在這裡發生的 那怎麼樣是 把這個過去的這些 不只是硬體 其實我覺得要很精彩的呈現 會要有故事 那這些故事都是要靠這些軟體 靠過去的這個文史的調查 包括這些的口述歷史 才能夠很精彩的這個呈現 所以真的非常期待 對文化局 我花了那麼多的精神 在對這個文史的保存在努力 其實終於看到有一個 將來一個曙光 其實對左營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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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位05中林議員 然後05中林議員質詢完畢以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來 現在換05中林議員 謝謝 好 初心 教育不滿 大家高燥 好 來 我們就看 那個局長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營養午餐 又漲了 菜色有沒有變好 一個問號 但是呢 家長 學生 無感 今天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 我記得啊 蔡英文總統啊 她講一句話 她講說啊 食安的安全啊 應該從學校的營養午餐做起 你有沒有做總統這樣一以道破 來行的 為什麼她講這句話呢 因為 要給孩子吃比較營養 要給孩子吃比較衛生 主要為孩子開始 這個食安從孩子開始 這是蔡總統講的 我把它引用過來 好 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 現在你們的收費標準啊 1003年是這樣 1005年啊 當然當然是正負啦 都是可以調三元 也可以減三元 加三元 一般啊 都是加沒有再減的啦 都是加 今年呢 國小啊 三十六四十四 國中三十九四十七 高中四十一四十九 教育局官員 教育局官員喔 你就是說這樣就真的四十四塊嗎 蛤 這是你騙家長 這是你騙社會啦 為什麼呢 你要知道喔 這些錢啊 不是我們公務預算編的喔 這些錢啊 都是家長 要交給學校去辦營養午餐喔 這是良心的 良心的錢 為什麼要講這個 來我們接下來一張喔 你們挑戰的有什麼理由 是說這樣喔 教育局邀請學校代表 學校代表 不知道是幾間啦 我這裡的資料 不超過五間 好 團善業者 沒有團善業者耶 沒有 我這邊有個資料喔 是你們一百五年一月二百 下午兩點三十分 在洪山行政中心第四會議室 前洞二樓 由主持人王敬妍副機長主持人 就是你嘛喔 對 沒有 你這個團善團體 我看你這個資料裡面是沒有喔 沒關係 學校代表 你請幾個學校 請那個校長 請幾個營養師 家長代表 都是一般的學位 你們就要給家修的代表 家屬各學校的家屬 家長會長好啊 家長代表啊 出錢啊 你那個沒有出錢的 你叫他來開什麼會呢 共同圓山 收費合理性 你們考量物價指數什麼 你都考量到了 副機長 你都這個我都了解 你都考量了 但是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啊 來看一下來 來 家長 如果高一百塊 那些不給你們去煮食材 就靠25塊了 真的用食材剩75% 你們靠什麼 這個菜金就是主要剩75% 你們看 你們人事費 燃料費 雜吃 你們就靠25%去了 等於100塊剩75塊 75塊又沒關係呢 你們真的我要給你們考慮的 很多啊 像很多你看那個 午餐的教育 你們要扣1.5% 這種會覺得什麼教育 這個我們派一個營養士 學校多的是教育人才 這要擠嗎 這個也要扣嗎 你怎麼去扣這什麼公務預算呢 不是我們議員的 可以抬預算的呢 這是家長教的 你們可以這樣亂搞嗎 設備太久更新準備金 要修理是怎樣 要什麼要準備金呢 這個也1.5% 其他什麼清潔用品 設備保養 好的廚房 你可以用公務預算啊 學校哪一個地方 不是用公務預算 我們的教育局變成預算 去做修理的呢 為什麼要從家長交出來的錢 你們去扣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非常奇怪耶 其他的 我就不想再講聯事會 什麼什麼什麼 勞工年中 這叫勞工年中 考基獎金 還有什麼勞工 準備金 潛意基金 你都黑白你衝衝的 好 我現在要跟他討論這項 局長 現在這麼靠近的村 75%喔 局長 你倒 這75% 是真的用在這個 這個三項嗎 你倒一下 真的用在這個 這個技術 林議員 首先要謝謝你長期關注營養午餐 好嗎 所以你提到說 75%以下 或者70%以下的學校呢 我們在每個學年結束之後 兩個月都會把它做一個整個統計估算喔 那這個午餐督導 確實是由王副局長主持 那王副局長會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但是我看到這個未滿這個70用在 食材沒有達到70%的學校 其實都要出來檢討了 請坐 你有講良心話喔 王副局長 家衛達75%的學校 中共有多少 你敢知道 啊 中共你給我的資料 有87間 國中小 是怎麼明明 這裡要達到75%的 為什麼沒有達到 你把那個錢放在什麼地方 來我 我報你知一下 你的學校啊 一個學校還有存錢 存50萬 有存40萬 有存30萬的 你可以把家長的營養午餐的錢 你可以給他存 那存45萬嗎 那些錢都給我拿出來 都給我放在學校營養午餐 來 副局長 你開花開啥 你開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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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義說的 內民區 牧山國小 我正義說的喔 你敢知道 他的營養午餐75% 他用幾% 39% 39% 39% 你不就叫他去吃菜脯糧 菜脯 那個兩邊跟菜脯 背菜脯就好 75% 你敢用39% 你不說來問那個小孩 比較好Q 可以吃比較壞 你這樣做 人家要跟你講 你說 開9年 我的錢 拿給你去開這裡 你給我剩下 做什麼 為什麼 39% 沒有良心嘛 好啦 你今年又去3% 有什麼意義呢 為什麼 有87間的 會達75% 這裡 有39% 有40% 有50% 有60%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人家明明就交這些錢 你可以大廚 大廚嗎 這個是你們規定的 你們規定的食材會要75%啊 這讓你靠去的25% 我就不可以追求了 你們都規定的 現在這75% 你如果用40% 30% 甚至於學校 也有存很多錢 從營養午餐的扣餘款裡面 存4、50、30、40 很多學校 你對特取家長嗎 你對特取學生嗎 來更方便我還有 來看一下 好啦 你們今天 尊於營養午餐 調整 卻沒有規定 漲價的三元 要用在市場 你們看 你們也是會25% 真的 真的給這3塊 你們也是會這裡再改 怎樣 你們也是會 你給他 真的要調整是2.25元 7.5千 就給你們靠這25% 實在 他們蓋的這3塊 你們就可以抽7.5元 這合理嗎 為什麼要抽這個呢 漲價 你怎麼要不要 漲了3塊 全部就是漲啊 為什麼還要從25% 用2.5元呢 這個很奇怪啊 這是我頂級 我沒辦法 蔡金25% 你看 內門 它的食材75% 用39% 內門的錢一國小 57% 59% 這是我去查的 你們今年 從網路這裡都把它刪掉 其實我去查就查出來 這個87間啊 等一下那個會 喔 王副局長 你把這87家的 到底食材會放 沒有未滿75% 全部的詳細需要給我 我們說清楚嘛 人家長的儀利的人解除啊 所以我問了 目前各校是 我已經優秀改善 沒有改善啊 啊 那你不把家長 把那個生的 Q 沒有人告訴你的錢 這個不是公務預算 你要搞清楚啊 這是家長 告訴你的學校 已經辦營養午餐 人家靠 還有沒有人吃 才75% 讓你靠25% 沒關係 還存75% 還說黑白目 可以嗎 來我們接一下看 調整了午餐 收費基準 教育局如何監督 誰在監督 就叫那個學務科長嘛 許多學校的食材成本 因營養午餐的經費分配比例半年 再調整收費基準 文習建立 事務教育局 因積極監督管理學的經費分配 你們 你們前年 我告訴你 今年又變成家裡 前年我已經提出了 你們到底有沒有學校在監督 是王府記上你在監督嗎 你監督會之後嗎 你不知道 學校的營養午餐的問題 很多 你不知道 我用時間的問題 我跟你們講 我總執行才會講 總執行 我調整比例 我所有的校長都叫來 說給市長聽 誰給那麼大的錢力 可以存餘那麼多錢呢 營養午餐呢 來 你看一下 教育局有沒有規定專法 目前營養午餐可能出現議題 包括使用 有機式的推動 選用 在地食材 食品添加物 廚餘等 油管等 教育局 是否有規劃 研議相當專案 專法的情形 有沒有 水債館 我講給你講好不好 你知道那個我們的營養午餐 所有的廠商 所有的團進團出 所有規定 是水債館 是一個黑機關 你也不相信 沒有幾個資 來來我去 誰不問這邊 不要問你們教育局 我問我們前面那個代理文化局長 來你請你 沒關係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我要證明 現在學校的營養午餐 是哪一個單位在管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好 請坐 有聽到嗎 局長不清楚 來 那個新聞局長你也講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建議 應該還是讓教育局 比較了解這個議員 我問你 不是啦 你現在上去灌 採購 上去團進團出 我不了解 不了解 請坐 局長 兩個局長 你等一下再打 請坐 我不用回答 你請坐 兩個局長 我問他不知道 我相信教育局很多也不知道 我問兩個局長都不知道 我看 高雄市要知道 是真的 是哪一個單位呢 高雄福利社 我們員工福利社在管 你看 員工福利社是你管 我們的職員工 我們的福利採購 有沒有 他去 整個 整個 都管一堆 員工福利社 另設一個營養午餐的採購 所有的廠商 所有人的採購 都有一個經理 外聘的 教育局殺到你了 員工福利社 理事主席 我們那年有宋爺生 包括理幹事 對那些人都沒責 那不是公文英文 你看 一個 員工福利社 他不去把你們 員工資歷去 用得好去 教育局 竟然委託 他們去搞這個什麼 廠商的資格 廠商的菜式 廠商的等等 你說這匹倒嗎 你們教育局 有沒有派人去看呢 本社一邊去的福利社 來 來 教育局那個 做就這位科長 好就是你來 你請坐 好來 林武通 林議員五分鐘 你敢知道他在哪裡 這個地點我不曉得 但是我 聽說 員工福利社在哪裡 很多人不知道 你們的員工福利社 不是去市政府 現在是去中華樓 剛才加油站的對面 中華樓加油站的對面 五樓透天 本社去那裡 沒有人要向你收藍 連他坐就沒有啦 大家去找啦 沒有政府啦 學校營養午餐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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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很奇怪嗎 這麼大的高雄企業 營養午餐 是由我們員工福利社 你說叫什麼 我問市長市長也不知道 問你教育局你就不知道啊 你還要做什麼 我應該和這時候宗旨 是照顧公教同仁 並辦理高雄市 公教福利 營養供應 其性質不適合 執行營養午餐 欸 行之恩年 行之恩年 你屬主席 宋爺生 人好人 對那裡面的經理 對裡面的幹部啊 都沒辦法耶穌 廠商啊 去拜託他們這個 員工福利社 用外聘的經理啊 那權力之大 權力之大 多少廠商 要合以廠商的標準 廠商的資格 都要去那裡朝拜 不算優租啊 這個問題你不解決嗎 沒有那塊我做好了 我議員不要做那塊很肥的耶 好感覺耶 所以 我拜託這個時機過度實習過了 你等一下 測試要做改善的時間 要到啦 有時間去那邊檢測一下 去那邊看一下 不是去選好 選這個福利社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我從來沒看到你的資料 啊這個也沒資料 這個也沒辦法簽去監督啊 掛一個員工福利社 你做我們全國用企業 營養午餐的採購廠商的標準 嚇死人 所以我建議 這次我辦你營養午餐 稍微閉一個閉一個 你們如果 什麼東西下來 你閉你們要去閉 閉什麼營養午餐 競賽 有評鑩 因為這個可以去評鑩啊 給你壓力啊 看你的食材食品什麼什麼都合理嗎 評選出營養午餐的示範學校給我選幾間了 兩天帶教育小組的去看我本身也有幸福 是啊 教育小組安排我們去法庭 沒有 你就讓他們去選出幾間了 不要這樣指定 那些指定都嫁了 如果我那裡不去他就開始掃地開始在親戚主網 我去都也清潔清潔 那不準啦 三 十五教育局更應積極監督管理學校的經費 我告訴你 這如果是家長的資金分配比例 我告訴你八十七間真的給你規定 你規定什麼 他要是沒有少於七十五泡就跟他處分啊 學校就跟他調職啊 那真正落實營養午餐照顧學校 這樣不才有照顧 從內到外 這蔡總統說的呢 從營養午餐開始呢 本席他很認真你問正 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點出來以後 我去也不要說我今年講講的沒有 我一直在追蹤喔 我希望那個教育長 這個營養午餐是非常非常重要 要來自家長的經費 我們要非常小心應用 不能亂扣錢 顧問明目 好好好 像我三十四十萬營養午餐裡面 人的行程就不夠了 你還有我就打冠了 我希望我點出這個問題 應該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希望從員工福利社 對廠商的資格等等 我們的官員 最起碼也要派一個副長 副機長 在那裡 他們到底是怎麼照標的 到底廠商的資格如何 你去看到你就怕死 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林議員 切而不捨 把所有營養午餐可能產生的問題 都告訴這個所有的家長 跟社會大眾 其實我看到這個 這個食材的比例 百分之七十以下 竟然有四十一個學校 確實覺得這個監督不周 那林議員上會期提到的 木柵國小 他其實學童總共加幼兒園 只有四十六個人 那在這個學期結束的時候 他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點二七 那我也查了一下 員工合作消費社 大概有一百二十個學校委託給他 那公辦公營的有兩百九十四所 所以有些學校是自行採購的 那基本來講 所有的營養午餐 今年也漲了三塊錢 收進來的營養午餐費 至少百分之七十五 都要回饋到真實的食物跟食材 而且這個食材是登陸 他要注意到安全 他要是最好是在地當季的食材 然後他有好的烹飪 所以林議員也提到 未來的憑藉仿視 雖然我們有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次 這個整體問題呢 會由王副局長跟體健科 還有我們分區的都學 做一個全面的清查 你了解他的問題 那員工合作社 其實當時在推這個在地食材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有遇到一些主力 因為他有他慣性的廠商 所以我們會跟這個農業局 再做討論 也許分區就由分區的我們的蔬果生產的這個農家 或者是合作社來提供 我們要改變這個採購的這個方式 讓他更加的能夠買到真實好的食材 然後把大部分的這個七十五以上的費用 一定要回饋到學生身上 那有將近四十所學校 竟然有一百萬以上的盈餘 這個也很不可思議 為什麼他會有盈餘 他本來就應該回饋照顧學生更好 所以林議員提的所有的問題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會積極改善 謝謝 好 謝謝林武宗林議員 然後接下來休息十分鐘 一起休息一下 我的致 acqu間 你提供了